由文化部及澎湖县政府指导 澎湖县政府文化局主办 海洋资源馆承办的宝贝宝贝三 澎湖艺品加工业演进新书发表会 在生活博物馆顺利开幕 包括文化界、教育界人士、艺品业经营商家 艺品加工业及批发业者、雕科学会、怀旧学会 文创及青创的团队与个人 都来关心乡土文化的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盛会 新书发表会由文化局长王国玉主持 会中由王局长象征性的赠语作者李中信老师著作 作者李老师新书发表导读 导读共分成感谢、刊物补证、导读、构想及规划 感想、尾声等六大部分 谢谢李老师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在将这一块做了非常完整的肯定 像郑英灯、郑先生也有 应该有来 以前我在做贝格的初步整理 也有写到他 我去了解他一下 像现在的那个 贝心大部分 他也是把贝格做成那个艺术品 所以其实他的范围还蛮旺的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可以借由这本书的一个产出 希望我们未来的年轻朋友 可以在这一块 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突破 在贝格无创产业这一块 是不是也有 可以有一些发展 那当然 环境保护跟产业会有一些冲突 或在市场的应用我想也是 对付一个很好的海洋文化的呈现 这一位守屋者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真正的方向我不敢断定 但是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年轻人 要靠这些年轻人 后一代后一辈 然后去继续接手 这一个前任 事情光耀 风华 然后呢 现在暂时升级 但是也慢慢在营养中 那我很期待 非常期待 看到年轻人 能来继续努力 在这一块 其实是蛮艰辛的 但是可以把理想付出时间 如果他们认为 本乌没有机会让他们发挥 那就很可惜 我期待说 大家有这机会 多多去看他们的作品 去了解这一个 创作者的心目历程 因为每一个可能都是 每一个花光 花热 花亮的点 然后可以以后照料 澎湖的文化产业 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澎湖海洋资源馆 贝壳产业发展始末 期盼读者透过本专书的引力 去认识 了解与欣赏 珍惜这块土地 所孕育出来的海洋产业文化 这么深的一个内涵 其实我们就是有这个机会 等于是把李老师这几十年来 我其实真的是不想的 如果没有看到这三 就是一部三本巨著的话 我其实不知道李老师有这么深的一个内涵 那我非常高兴 就是说 终于 其实李老师真的 整个刚刚王局长讲的 就该写的都写出来了 所以这一部巨著 将来可能会成为我们 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很多做研究者 你如果要研究 接触我们澎湖的贝壳 其实它这个贝壳 虽然是贝壳 那我们可以从树里面看到 其实它 延伸到文石加工 那个山盒加工 等等 各位聊到说 这个产业的方向 未来 我们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产业 我们希望这个 属于在地文化的 这个产业 我们能够把它保存 并且豌扬光大 这个 这个文化 就是我们 每天 就像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一样 跟我们自常生活中 像呼吸 一样 让它们自然 我们要让 我们做个 从以前 就留存下来 这个 漂亮的东西啊 能够推广 让更多的 外人 游客 能够欣赏 新书发表会 共历时约三小时 其中交流互动时间 由曾文明老师开场 除了作者当场新书签名外 由大东山提供 贝壳浮雕艺品 及澎湖希望天地 提供的珍珠项链等 两样赠品 整个新书发表会活动 圆满落幕 记者 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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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